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有此美好的一个早晨 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请一万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来到我们世恩的宝座面前 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他喜欢启示我们 他每一天会把你需要的天上的粮食赏赐给你,给我们吃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读 这个出来机记三十三章一到十一节 三十三章一到十一节 那因为在这边网路很慢 那所以要缩短我讲的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我就只有读一节 我们就是读三十三章的第十一节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我再读一次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那弟兄姐妹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神又要跟摩西谈话 就好像朋友说话一般 这是面对面与摩西面对面 在旧约里面的确 这是极少极少数的人有持恩宠 可能亚当 以诺 诺亚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又称为神的朋友 那后来就是大卫 后来的戴伊里 那他们都是很少很少数人 但是因为神与他们面对面 就造就了他们传奇的异生 那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要非常留意的 在心意里面 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 就是我们也可以与我们的主面对面 耶稣说 我不喜欢称你们为仆人 因为仆人不能够了解 主人的思想 没有办法知道 仆人只是执行主人要做的事情 你不需要知道主人想什么 你只要照着主人所说的去做 那就是仆人的本分 可是弟兄姐妹 耶稣不能够满足这样子 我们跟他的关系是这样子 他的意思是说 我要称你们为朋友 那意思是说 只有朋友能够交心 能够分享 能够双向的沟通 那我们不只是了解主要做什么 我们也知道主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极美好的事情 耶稣 我们是他的仆人 没有错 但是他说 我不再称你们为我们的仆人 我要你们做我的朋友 弟兄姐妹 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 其实神喜欢跟我们说话 只是我们很难 因为我们太忙了 第二件事情 我们看不见神 我们就不觉得 他在我们的旁边 其实他就在你的旁边 就在你生活的里面 你只要 也许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你在一直忙着 看着这个荧幕 你就说一句 主要说感谢你 把眼镜闭一下 一直看这个荧幕也不好 眼镜闭一下 然后说 感谢你 我又来到你面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 使我们可以 与我们的主一起 弟兄姐妹 当我们听见 主的声音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就会看见 非常的美好 当我们跟他一起的时候 主就愿意 把他向我们 开启他自己的心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就是 常常我们祷告 我们就一直讲 讲完了奉耶稣基督 阿们 然后我们就走了 弟兄姐妹 可不可以 留下一点点时间 安静在主的面前 然后问主啊 你有没有什么事 说有什么话 要对我说的 那弟兄姐妹 常常对主说 可是很少 我们听见 主来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能够 常常安静在主面前 所以有时候 你就放CD 你不一定要说什么 你就来到他的面前 来救济他 弟兄姐妹知道 神喜欢启示他的自己 如果他不起事我们 我们是毫无所知的 但是弟兄姐妹 有时候他想要 跟我们讲话 可是我们太忙了 我们可能做这个 甚至我们 忙着读圣经祷告 但是我们就没有时间 让神来对我们说话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恩待我们 那耶稣愿意 来向我们 启示他的自己 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弟兄姐妹 看见旧约的这些伟大的人物 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子 他们一定是 常常听见上帝的声音 所以弟兄姐妹 真言第一章就讲说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你的智慧从哪里来 就从上帝来 你的智慧从哪里来 从每一天读圣经来的 你怎么知道 明天要将如何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读圣的话 你就会很清楚 主会借着他的话 每一天向我们来说 他所要 希望我们知道的事情 弟兄姐妹 上帝不会隐藏我们 他愿意让我们知道 他心中的秘密 他也希望 你能够向他敞开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内心 神喜欢跟你面对面 上帝祝福你 今天必是美好的一天 感谢主 今天已经礼拜四了 求主 祝福你 今天必是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事要领到你的身上 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有主的人 祂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好处不在祂以外 阿们 上帝祝福你 感谢主